嗨,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我这边overseeding的情况 大家看到这个草地比较绿 而且很密实 去年完全不是这种情况 所以今年我还算比较满意 凑近一点看 这些就是今年新长出来的草 非常细 也非常密 这边来看就是以前的老的草 可能种子也不一样 一个小一点,一个粗一点 所以看这一片的话 都是今年新长出来的 要allseeding的条件 包括第一个就是时间 在Ontario这边,加拿大 你需要在8月中到9月中 这个时候温度大概在15度到25度之间 所以种子能够发芽 第二个就是土壤 需要在种子的下面有一层比较松的土 然后在种子的上面 最好也能盖一层土 这样的话,下面种子可以生长 上面的话可以保护这个种子 不被下雨 或者你喷的水给淋的 它长得不好 然后中间当然就是种子 这个我不说 不过种子放上去以后 最好是加一些那种肥料 但是这个肥料不要直接拿那个long food 可能比较 strong 浓度太高 会杀死这个种子 它有一种叫Starter 看起来很大的颗粒 所以它可能有缓释的作用 那肥料可以慢慢慢慢的提供给 这些就是今年用到的一些工具 我觉得在准备里面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怎么保证下层的土壤是适合种子生长的 因为它今年累月的话 有一些残留的草也好 树叶也好 它会盖在下层的土里面 同时这个土呢 因为时间久了 它也会比较磁势 种子也不容易下去 对不对 所以首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拿这个大的扫树叶的 把上面的松的那种残树叶把它全部扫掉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狠一点 用这种铁的耙子 把锦贴在这个地面上的那些 死了的草啊树叶给它爬干净 这个其实今年我爬的非常狠 有的时候看见那个浪好像 那个草地都好像被摧毁了一样 甚至抓出来那个死草非常多 但是看来很有作用 所以这一步的话是不可以忽视 而且爬的越狠越好在我看来 然后呢 草地都爬干净了之后 甚至我们如果有凸的地方 可以用那个铁耙子 再使劲点 把那个土稍微爬松 对不对 这样的话对于种子的生长可能更好 再一步的话就是用这种打洞的东西 大家也可以去Home Depot做那种机器 不过我觉得小一点的地方的话 用这种机器就可以了 我大概花了一两个小时就把这些洞都踩完了 这个有一个小的技巧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这样平行的踩下去 其实两个洞同时下的话还是比较费力的 但是如果把它斜45度超前 先拿一只脚踩下一个洞 再用自己的身体往前倾 再按下第二个洞 这样的话会轻松很多 当然穿上一些厚的鞋子 不要穿那些软底的鞋子会更好 那现在下面的土的这层的话 已经被我们用所有的耙子 爬出来 爬干净了 然后甚至把它的土已经爬松一点 然后我们就撒种子 撒这种start fertilizer 一般来说我看网上到这一步的话 大家都喜欢说用那种大的爬子去爬一爬 用图把这个种子爬盖起来 其实这点还是挺重要的 因为我发现我的那个浇水的工具是这么摆的 然后它在中间的这一块呢 相对来说水的密度就比较大 结果这一条你就看见这个种子长得就不好 所以确实需要用土把种子给盖上 那后来我发现相比来说 用这个耙子把这些土给爬到种子一起呢 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大家买一两包土来 拿这个土直接就撒在你这个种子比较密集的地方 其实这个就可以了 不需要一点点去爬 因为有的时候说不定一爬的话 会把所有的种子都爬到一起 而并不是很均匀 下一个就是 就是把种子土壤都配好以后 那就是每天需要去浇水 对吧 我这一次的话设置的这个浇水的timer 是每天浇四次 一次大概浇个三五分钟 保证这个土壤种子有一个湿润的状态就可以了 好了 今年我对自己的old sitting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我们来一年再战 看看有没有新的进展给大家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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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